PAM! 哈囉,大家好 我是總姐 今天我們出來詮釔 今天我們來到了無欺這裡 來這邊附近稍微群一下 這邊這一間,對面有一個集團店51區 那這一場不知道是不是新的我們不知道 但是也是第一次來 反正第一次來都是新的 然後我剛剛看到這一台 這一台你看 雖然它的S-Go 是寫的 但是很明顯這一台甩幅就很大 因為只要中間有一個空間 那個甩幅都可以很大 那裡有空間 那個S勾跟那個爪子中間有個空間 甩幅就會大 所以貼起來就不能甩 對 只要貼起來那個就很難甩 但是貼起來的話除非它是平勾 那就另當別人 平勾的話就會下放 但像這種我就會比較喜歡打 它還有夾送 對啊 喔有力 夾送你看這邊有夾巴送一個大喇叭 還有一個行李箱 所以我們試試看 而且這一台最主要它的寶甲很低 多少 它寶甲才680 你看 寶甲才680 裡面還有金證 所以再怎麼樣 是一個吧 頂多也才虧個300多塊吧 所以我覺得這一台算算蠻佛的 低寶 嗯 低寶 而且它的台性我覺得也行 然後我就先把這邊 這邊洞有點大 先想辦法把這些東西都做下來 全部挖出來 你看這邊還全部都是長盒喔 它都還有很多正版 那現在我應該可以先弓了 這樣 喔 這一盒可以 這一盒會脫 後旁呢 後旁可以 沒有後檔 欸 下去了 不是啦我是看到 欸 無檔耶 後旁 來了 後旁 後旁 來了 後旁 後旁放 後旁下放 所以這一台你看 這一台的台性是真的 很薄啊 保夾又有薄 又有甩幅 又有爪力 下來 剛好 往後面的金證 對啊對啊 這個也都下來了 然後我在想 我先逆斜甩逆這個長盒 看有沒有辦法把它帶出來 彎的甩幅 它的甩幅應該是可以 它的爪力也行 這樣子 勾 會動會動 會動就有機會 雖然你看它就有用洗衣球把它 塞得比較實一點 但是它這台是有爪力的 所以可以 皮球挖出來就好嗎 對啊 我只在想 我直接拚這個甩幅 能不能直接出 真的嗎 甩幅起來 寬盒會下來 那你要後旁 對啊 這樣子後旁 甩幅不會 然後 你這個 這一支要動一下 這支動完 甩幅會過來 沒過來 沒過來 2樓 那我們就要先 我們這邊要動了 這邊要動 因為它塞的東西蠻多 你看那邊也都是一整排的 只要有一個 一個崩掉 就整排都出來了 勾 它要先勾這個 你說洗衣球 對啊 沒有洗衣球你勾這個沒有用 它是下面的跟它貼濕濕 就是 勾 這個要先下來 這個先下來 嘿 就是這樣 然後一個膩 吃到 補位 過去 好 它要出了 然後要打之前 後面的金證 你的客心 薩波 嗯 不會啦 這一台不會客心 這一台不會 補好了 要先出嗎 我先試看看能不能把這個 我們既然沒辦法吃到這裡 我吃這裡看看 現在 我先拼這裡的好了 這個要先拉下來 看我辦法多段 拖一下吃到一個後旁 爪位 爪位爪位 欸有了 後旁 欸沒有 但是OK 它跑不掉了 這隻跑不掉了 你拿錯 我也是佩服你 我也佩服我自己 怎麼樣 欸 放 欸 放 Bingo 你看這台真的火 看來千元把它夾巴 看能不能拼一個夾巴 哦 這樣子 因為我很怕 我這邊都沒有動嘛 然後我直接拼這一隻的話 它會把它丟進去 嗯 所以只能這樣子打 欸 哎唷 快點 近一點就出來了 對啊 你讓它倒 你讓它倒一下 我再挖一次 這邊一定要挖掉 欸挖到了 欸 來了 有一個洞了 嗯 我再調一下爪位 讓它再插進去一次 哇 沒關係 那就這樣吧 出來了 出來 哇 完美 崩了崩了 拿下來 欸 不對 這個先 哪個 這個要 丟進去 欸 水 我們那個 你就是不要去打 如果我把它硬打出來的話 不好 因為它的空間會變大 所以要讓那個進去 當作檔位的 之後呢 之後這個 好像打得到呢 欸 已經要到囉 321 OK 好 好 先膩過去 不 先打3億 不 先打它 這個這個 真的 牆盒在那裡 牆盒在那裡 3億速攻 直接打到3億 但是要膩過去啊 嗯 這個該膩了 全包試試看 1 2 Y 欸 好像沒有 哇 嘿 吃到 還是其實正版最難打 正版喔 但是我覺得應該還好 出來的 出來的 那個只要它沒有黏著 真的都很好畫出來 這樣子 出來了 OK 3億 先讓它 變個位置 來呢 然後 長盒 哇那個洞 為什麼倒下去了 對啊而且還倒在那個洞 還有沒有二樓的感覺 前面沒東西啊 啊不是你 哇 哇 哇 二樓 那我這個先來 超飽 超飽 我們夾 目前夾3 欸 不對 我看到了 那盒我印象也是正版的 好像是喔 曾經我們好像有夾過 我看能不能把它倒一下 讓它出來一下 這個 出來 算不出來了 算不出來了 算還可以還可以 那這邊 那可以逼過去嗎 我就是這麼想 可是它好像 可以 不行 它這什麼 不行 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後面都鋪滿了 有可能它一個彈啊什麼的 就像這樣子一個彈 欸 有了 脫上 欸 是不是要再一次 再一次 但是我們來先這個好了 欸 後旁欸 剛剛後旁欸 怎麼滑掉 對啊可惜啊 有了吧 超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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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夾市 離我們的 其實甲巴好像也蠻多了 對啊還是有一點多啊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啦 欸倒爪 嘿嘿嘿 好一個射過去 可以倒喔 可以倒 這邊 這邊這一個 長盒 長盒起來 夾4夾5 我在想我們如果夾8的話 要拼哪些比較好 拼好大 要拼好大 我就說長盒 長盒或者是後面那一隻 你要把它挖出來 拖 我就甩吸 吸他的腳 但是我們這邊要先做保險牌 這裡 來 還是直接甩吸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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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動 先把這些該做的做一做 這樣子 這樣子安全有沒有突然有種安全感 沒甩沒什麼甩 過來 OK 他剛好把那個洞鼓起來 對 然後這個剛好大甩 鬆了 甩打嗎 打出來嗎 這個 這個 摔到好了 可是他扒的那個力道是 有點小 但是這個又鬆掉了 哎呀沒打到 這個 又變緊了 這個要放心 打後面那個打下 喔喔喔喔喔喔 不行了還是緊的 沒收 至少要把那一盒 把他挖掉一盒 欸來 出來了 OK 鬆了 鬆了 來 鬆了就可以打 喔喔喔喔 這好像越打越歪耶 又緊了 我再打看看再打 哎呦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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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唉呃 唉呃 在打 不不不不 這下不行這下不行 因為他爪子有時候會緊掉 下來了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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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過 我要把這個夾起來 等一下喔 OK 點倒 OK 全部移動 瞬間很安全感 非常安全感 再轉一點 再轉一點 OK 就是這一下 就是這一下 終於 終於 我們目前夾五 原本預計原本想說看能不能一千 把它夾個八 然後再拿個上面 這個甩打太久了 對啊 我們有點會在甩打 但是 就是要穩一點 好了嗎 還是大甩 還是大甩 吃吃吃落 吃吃吃落 真的不愧 我們才夾一千塊 我們目前夾九百六 嗯 二 四 六 六盒 大概剩兩盒一定要拼到底的啊 哇 要誰 下坡 嘿嘿嘿 沒有這個咧 這個小東西 欸 不夾公仔 對啊 對啊 我們目標都達成了剩一個簡單的東西 好 就你了 欸 等一下有機會有機會 這要怎麼解 摸它 好我摸摸看 但是它太輕了 踢它的 透明的 這樣 啊 我知道了 不要想的太難 不要跟它捏吧 錢包 嗯 還要批回去 不會不會 欸 哈哈 如果要夾好打的話 要嘛就 洗酒 洗酒應該沒有很 應該要鷹眼 鷹眼或者是這個長盒 鷹眼不要動 對但是現在這一個 我先試一下把這個夾走好了 這個先夾走 丟裡面 不進去 因為這個 要嘛用翻的 不然這個真的是不行 除非它外丟 怎麼辦 這個要打走 這個必須打走 欸 進去了 完美 它進去了 完美 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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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喔 它下線長度 很長很長 很長 夠夠夠 這台真的是很爽 來 長盒 而且這個角度它左右都有甩幅喔 捏它的薄會脫勾 但是我先把這個稍微再做一點 接來嗎 這個再這個再近一點 欸脫勾 它好像會脫欸 會脫會脫 機制法會脫 對 我先這個再試一下 後排 真的後排 鷹眼啊 但是要有甩幅 等一下 OK 我覺得那個長盒 有重量 嗯 這一個 來了來了來了 它鬆掉了 吃到寬 吃到寬了 怎麼會這樣吃到寬 還有還有 還好還在 還好我們後面做得很滿 它彈回來 啊 別再寬了 你祈禱它不要轉 欸這樣 脫 欸這樣 脫 欸呀 水啦 還有一盒 對還差一盒 就算最後一盒要打 嗯 我先 逆這個異世界看看 還有那一次 那這一次也可以試試看 這一次極致寶會脫嗎 它可以吸 它很輕欸 太輕了吧 這樣子 這樣會增加我們難度欸 它只能吸吧 對啊 但是我是比較想要打這一個 它好像有重量 嗯 有重量的話就好解決 欸 脫 來了來了 很重很重很重 就它了 然後這個 沒有沒有我們要先把這個 雖我們目標快達成了 但是一樣 要做一個安全牌 安全 我們有兩個機會 但是我覺得要這一個 脫 可以啦就拚這一個啦 因為這一個我們剛剛那個吸那個 感覺我覺得 不太行 喔 來了 來了來了來了 夾八不圓了 對 就是這個了 好夾八 就是這個了 好夾八 OK 剛好夾八 呃 好啦我再試一下 吸看看 對啊 試一個我再吸一下 你看 那個真的輕 是真的輕 所以我們最後呢 就要挑那個比較好打 你看像我們打這個鷹眼 還有其他 除了薩波啦 我覺得薩波還可以 而且薩波 目前我們抓這樣位置 它也算槍位 是嗎 呃留給有緣人 呵呵呵 那個我們就不要了 我們目的達成加八就好 你看這樣子 二四六八 那總共 我一千 這個才打沒多少 這個打大概一兩百 一百多 所以大概一千二以內 我們就拿到甲巴 用 要拿喇叭還是行李箱 覺得呢 觀眾會比較喜歡什麼 我覺得行李箱 喇叭比較 實用 喇叭 因為行李箱 不是每個人 人都會用 而且這是小朋友的 嗯 就這個 不分年齡都可以聽音樂 還不錯 可以啊 這個大小剛好 而且還不用浪費我們的箱子 這個就直接寄了 好吧 OK 那等一下我就密一下台主 跟他拿一下那個甲巴 好 那這甲巴送了這個喇叭 就送給大家吧 大家平時聽音樂 或者是 給小孩聽音樂 給大人聽音樂 都可以 因為聽音樂是能夠放鬆 心情的一個好辦法 還不錯 跳舞也可以用 跳舞也可以用 那他好像也可以唱歌 還不錯 那這次我們就這個甲巴送 就送給大家吧 喇叭抽獎方法一樣 在片尾 大家再去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朋友 再見 掰掰